大家好,我是Alan Song,来自EFA半导体工业电源及能源技术创新中心应用开发工程师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高功率密度200瓦的游戏适配器 其整体为平面式设计,长宽高分别为160毫米、55毫米和18毫米 功率密度高达20瓦每立方英寸 采用自然冷却式散热 输入为90伏至264伏宽范围交流电压 输出为19伏直流电压 输出功率高达200瓦 效率方面符合COC Tire 2和DOE Level 6能效要求 空债损耗小于150毫瓦 250毫瓦负载时输入损耗小于500毫瓦 满债效率在115伏输入时大于94% 在230伏时大于95% 主要拓补为半有源桥式整流 过渡模式PFC、半桥式LC、输出同步整流 使用到的关键元器件分别为 主控芯片ST-CNB1 具有XCAP放电的过渡模式PFC 和半桥式LC二合一组合控制器 PFC一级使用到的是SGT120-R65AL增强型功率氮化加晶体管 LC一级使用的开关管为MasterGone 1 带高压驱动器的半桥式配置增强模式氮化加晶体管 同步整流使用的控制器为SRK2001 自适应同步整流控制器 适用于LC斜振转化器 同步整流使用开关管为ST-L140-N6F7 低压功率场效应管 得益于ST-CNB1、MasterGone 1和SRK2001的高启程度设计 极大的减少了元器件的使用 相比其他家近似的方案 整机元器件数量降低了25%左右 该样机也可适用于胶直流转换 适配器 开放式框架开关电源 LED电视 台式一体机的开关电源 以及USB PD3.1充电器的前级部分 我的介绍到此为止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通过ST销售 或者代理获取整个方案的设计资料和测试数据 谢谢大家